躺平迪迦升级流 开局轻松震惊门满极床 好家伙啊兄弟们 今天一大早 神秘网友就发来一张图 这图里人类都满极床震惊门 一堆高级道具了 变梦者居然才一时级 还跟我说什么绝对没有时间冻结 你以为我没玩过这模式啊 正常玩怎么可能这种发育啊 啥玩意儿 别加升级流 这到底真的假的 行吧 我现在进游戏试试 那咱们这次还是老规矩啊 常常点赞过个万 下次想看什么游戏 评论区说一声 下期火速更新 不点赞的 小心杰哥扮成红裙联盟者 去你家敲门了哟 哎呀 你脸红了 那咱们现在是进入这个 剧情专属的经典地图 开局我们还是先找个房间发育 前期正常升级床和大门 尽量先攒出个50金币 有了金币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先点击自己的地板 然后点击隔壁房间的地板 给他建造一个扫把炮台 曾华 你这不就是扫把机关枪的套路吗 这原来开局 满机门满机床啥关系啊 咱也不知道啊 接着往下试吧 然后重复刚才的操作啊 点击自己的地板 再点击刚才建造的炮台 诶 这怎么对面房间建筑界面 被我点出来了 如果是扫把机关枪的话 点击对面的炮台 应该没反应才对啊 难道真的有啥新东西吗 我们点击升级试一下啊 不是 好像没任何变化呀 那我再多叠加几个呢 这不还是扫把炮台吗 生命网友你哼我呢 网卡你拆除这个叠加炮台试试呢 拆除我记得是要先在自家造炮台 点击自家炮台 再点击对面的叠加炮台 就有了拆除选项 然后点击拆除 我去 直接拆除获得256Gb 生命网友教我的居然真的有用啊 嘿嘿嘿 聊不聊不 等到这时候很多观众老爷有点懵 那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刚才网卡重复叠加炮台的操作 是在给这个炮台进行升级 每叠加一次就可以升一级 虽然表面还是扫把炮台 其实伤害还有射程 已经是高等级炮台啦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拆除 就能获得大量的金币电力 重复这个操作 前期把门和床升满级 也是不在话下哟 这里我再次给对面炮台叠加升级 练部水还没靠近我 一下就被我的叠加炮台打抖了 那除了炮台以外 游戏机和矿石能不能叠加升级呢 这里挖卡又重开了一局 开局我们还是先在对面造炮台 谢谢啊 然后开始叠加升级 好快没钱了 这时候直接删除叠加炮台 我不要我不要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看到没 直接获得2000多几米和64电力 开了个什么挂 这是什么来业 爽的一匹 那学会这个套路 资源根本就不用潮 直接连续升一波大门 我这个人这么吊猛吗 打我们的 我警告你啊 不要那么转 转饭法吗 啊 战役涌上来了 打得完全不通啊 哈哈哈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试试叠加游戏机啊 点击自家地板 然后点击对面房间地板 选择游戏机 继续刚才的操作进行叠加 快看啊 游戏机也能通过叠加来升级 那我们剩下的钱全部都用来叠加升级 好了钱不够了 接下来别眨眼啊 随手一拆金币到手 直接获得2万多金币 这对面房间简直就是咱们的ATM机啊 现在金币不缺了 但是电力好像不太够 那就该试试叠加矿石了 还是老方法啊 先在对面造个铜矿 然后重复操作叠加升级 最后直接变成每秒512金币的铜矿 这个时候再把它拆掉 2千多电力就到手了 有了这一招 金币电力根本就不缺呀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直接把所有道具都造出来 后面再造一个圣光炮台 哎呀 这电力好像不太够啊 没关系 金币充足 直接在对面造炮台叠加升级 虽然表面是扫把炮台 但是子弹却是圣光炮台的子弹 别打了别打了 我没血了 黑手 玩兔子了 怎么样 这种小伴 这个叠加升级流 你们学会了吗 快去游戏里试试看吧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想看更多躺平华语视频 不要忘记参与节奏哦 订阅过外 下期不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